各位同学,大家好 我们学习完了这个单元 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除了连锁率 乘法公式,除法公式外 我们又多学了两个类型的题目 就是引函数的为分 还有在指数位有变数情况的 特殊函数的为分技巧 那么学习完了这一部分以后 几乎所有的函数 我们都会为分了